2003年的我们的工作是有一个很大的进展 2003年的我首先是有一个设想 当时我们邀请了台湾很著名的性权派 他也是研究性和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 何春瑞教授和他的同事到中山大学来做性别教育的密集课程 从这个密集课程我就蒙发了一个想法 就是我希望把性别教育变成一个论坛的形式 因为何春瑞他们的观点就是非常有争议性的 那他也是相当的激进 但我觉得他这一步是我们中国大陆妇女研究里面没有走的那一步 就是我们的妇女研究很少讲性 那性这个问题正好是激进的女性主义非常强调的一面 因为就在性这个问题上也包含了压迫 也包含了解放 而且也包含了对同样作为女性的很多不同性取向群体的人 比如说有跨性性别的人或同性恋的人 还有其他弱势群体者的关注 比如说像对性工作者呀 对色情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有争议 那么我当时我就希望我们有一个论坛 有一个论坛是可以把所有这些声音都包括进来 同时对我们这个做得不够的地方 就是妇女研究做得不够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反省 所以我请他们来讲了课以后呢 我们就一直在申请基金项目 就是要做一个性别教育论坛 那么大概有半年时间吧 我们也找了一些不同的基金会 就做这个工作 最后呢是我们学校的里南 我们学校有一部分原来是里南大学嘛 里南大学的里南基金会 它是在美国的 它决定投入这个项目 就是支持我们做心理教育论坛 这些心理教育论坛也包括三块 那一块呢是邀请国外的妇女研究学者 国内外的妇女研究学者 女性主义学者来讲课 那每个学习我们差不多每个月 要做一次这样的活动 那一块呢是建立一个资料中心 还有一块呢是做一个网站 所以在基金没有到位 我们知道它是有可能资助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组织网站 做这个网站建设 所以我们这个网站呢是去年九月份 开通 去年九月份开通 然后去年九月份正式对外开通 实际上在此之前 我们已经在试运行 九月份开通 然后是到 到今年 到现在也没有两万多的访问量 我们又想查询问一下 你为什么叫性别教育论 还是不叫女性教育 或者叫女性主义教育 因为我们是想 性别的问题比较大 比较多 它不光是妇女的问题 比如同性恋的问题 还有像酷儿理论 它也不光是女性群体所包括的 还有像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的问题 它也是对男女都有一个诉求 所以我是这么考虑的 其实是希望性别教育 它能够对所有的人 能够对所有人 我们当然一个主要的目标群体 是校园里面 但是校园的学生 其实将来的也都是广东 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的 它可能是广东的未来 就是广东的决策者 广东的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进入社会 进入这个工作岗位以前 它有一个性别平等的教育 有这样一个洗礼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将来进入公共岗位 承担责任的时候 他们会能够主动地 起到一些促进的作用 另外呢作为学校 这个学校本身它也是一个社区的资源 就是作为广东省的公共事务里面 这个学校起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学校在很多方面 其实是政策的资行者 我差不多在 就是说差不多在很多媒体 它在一些涉及到 比如性别妇女的问题 我差不多也是他们一个资行人 就是他们的一个资源 是他们或者对某些意见 他要求你做评价 所以那么我们如果在学校 普及这个性别教育的话 那在很多 当你承担政策咨询的决策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性别的视角 所以基于这样一些考虑 我们把这个论坛的名字 命名的性别教育论坛 而且我们在论坛里 我们还专门开了 像同性新生这样的栏目 我们那个BBS上 也有希望有同性恋叫 他们是叫朋友吧 那样的就是男性和女性 希望他们同性恋的同学 可以在上面 可以组成自己的社区 发表意见 是这么一个考虑的 那么这个论坛的工作 基本上是我去年的一个工作的重心 当我现在回顾起来 我觉得是工作中一个非常大的标志 就是一个一年来回顾起来 因为我们举行了十次以上的讲座 一个资料中心也有一个雏形 那么我们的 我觉得特别是网站 因为你有一个网站 等于是有一个媒体 而这个媒体 我们围绕这个网站 建设组织的一系列的活动 那去年那个 《音道独白》的演出呢 也是其中一项 《独白》这个剧呢 是2000年2月14号 2月份吧 美国当时已经开学 我当时在美国做访问研究 那当时这个戏 在美国演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戏 我看到那个保守党的报纸 在校园报告 在学校它随便散发的 我在那上面看到了 关于这个戏在各个学校演出的情况 还有剧照 那它也有 有这个非常尖锐的批评 就是保守党的批评 把它批判文章 好 若干篇批判文章 包括当时在纽约的争议 整版的 那我就 我就觉得 很有意思 第一个它是有争议的 它是有争议的 引起我关注 因为它是一个 我当时在美国 我就是在观察 这个美国校园里的 性别文化 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 对校园里 反强奸的课程 那这个我就在想 我们是没有的 因为我当时 我是准备回来 开妇女课 我就观察 他们课怎么上 它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它有反强奸的训练 那我们没有 对吧 然后我去上厕所 那厕所里就有 那个小宣传 就是一系列的报案号码 和医院的那些热线电话 那上厕所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小的照片画 也就是说 它传递了一个 很正面的信息 它这个很正面的信息 就是那洗手间 是很私密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碰到 我觉得那个地方 是很合适的 就是你在那里 比如说 你要是想约会强暴 碰到校园里面 约会暴力 这样的事情 也可能会在洗手间发生 也可能你做完了 你会去洗手间 那它那就给你的警示 就是你是有出路的 你不用 是把一类洗面 或者把这个羞辱 藏在心里 那我就开始 去找这个剧本看 找这个剧本看 我也在网上搜索了 一系列关于 约会暴力的讨论 因为我觉得 这个跟校园 非常有关系 因为年轻人嘛 对吧 那我就觉得 在美国这个校园 文化里面 它有这个讨论 它有很多正面的声音 它在社会上呢 它也有 如果刚刚 网站 就是 就是这个 强奸受害者的支持网站 它支持他们 把 比如 受害的经验说出来 它有 推荐这样的书 讲这样的经验 比如说 你的这个创生经验 这个怎么样度过 这个创生阶段 因为 其中有一本书是那样的 就是这个妇女 她 一个人在家里 丈夫出差 一个人在家 结果那个 歹徒又从窗户里进来 然后 强奸了她 然后就 跑掉了 结果 刚开始 她丈夫还是很 体谅她的 他们一起报案 但实际上 有时候有些创伤 有些后果 是很长远的 最后 她丈夫还是受不了 还是跟那边受 那她一个人 你想想 她一方面又受害 对吧 那她再来承受 所有这一切 羞辱 还有婚姻的失败 婚姻的破裂 然后她再重新站起来 重新回复反省这个经验 然后把它说出来 然后她鼓励其他人说出来 这就是一个 非常勇敢的榜样 那她有很多强奸 这个受害者 可以如何 保护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己权利 同时发出声音 揭露那个罪恶 她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育 她给你很多 就是哪些哪些地方 你可以去求助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 都是挺好的 那我看了 阴道独白了 当然阴道独白 她的主题 还不光是 一个反对 针对妇女的暴力 她有 妇女怎样认识自己身体 怎样肯定自己的欲望 因为这是 我觉得这是两个面 就是你 一方面要反暴力 但是你并不能进行 禁欲主义教育 因为禁欲主义教育 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就是等于 你本身把性和欲 把它看成一个负面的 我觉得这个对妇女 是特别没有好处 因为你这样的话 妇女在这个 情爱关系里 更没有主动权 更会压抑自己的人性要求 同时呢 你又不可避免地 要沦为性对象 那在 阴道独白这个距离呢 它是提出了 好多个层面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另外它 作为一个戏剧呢 它是比较成功的 在美国当时是 有好像北美 150多个学校在演 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 买了这本书 当时 在我上课的那个课堂 是一个历史系的博士来上的 那他并没有 在课堂上讲 阴道独白这个剧 但是他讲了 父女怎么样 看待自己身体啊 以及身体和父女的身份认同 和父女的自我的关系 这部分内容他讲了 但因为我是一个文学课的教师 所以我从文学这个角度进入 我会从他那个课里面 吸取文化啊 历史啊 和文学相通的东西 但我自己也比较关注文学和艺术 怎么样 重新再现女性 怎么样 思考女性的主题 但是我回来以后 我跟我们同学讲到 理性主义艺术啊 我带她回来 也有画册啊 也讲到这个作品 我觉得同学们是女生啊 女生她是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的课程内容里 不包括这一部分经验 女生的身体经验 不包括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就没有想到 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演 这个戏 我们真是没有想过 那去年是 博卫正好 她也 观摩了在中国的几场演出 那她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参与 那个微日行动 就是一个世界性的 演出阴道独白 这个微日行动 因为微日 这个演出阴道独白 在2月14号 到3月8号 演出阴道独白 已经发展成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活动 因为她变成了一个 妇女组织 在2月14号 到3月8号 这段期间 提高全社会 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反对 针对妇女暴力 变成这样一个 全球性的活动 而且通过这个活动 通过演出这个剧 来积累资金 支持受害的妇女 像今年的焦点 就是支持墨西哥的妇女 就是受害的妇女 和失踪的妇女 支持她 那她 我觉得她找我们 真的是找对了 我觉得她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一个 就是很适合来做 这个活动的人 因为我们的学生呢 你昨天看演出 你也看到了 实际上 她不是一个 你要非常短的时间 你就可能 可能让她 能够接受 这个作品的理念 我们是 其中有的同学吧 都是经过了 两年多的学习的 就是比如说 研究生二年级 三年级同学 那么也有的是 新生 就是本科生 她也有一年级的同学 那是少数 但是有一些同学 就起码都有一年多的 女性主义课程 不同课程的学习了 你看我们昨天 荧幕上演出 每个同学 她是非常饱含激情的 她不是说 这个话是 因为这个戏要求我说 我才说 她是 融入了她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激情 而且融入了她自己 对一个女性的尊严的感觉 一个女性 在生活中 她怎么样肯定自己的欲望 她怎么样 包括 代替 那种 有着不信命运的父母 说出她们的声音 喊出她们的声音 其实 在她们排练的时候 我每次看她们排练 她们演到有几个片段 我每次都流眼泪 我到最后正式看演出的时候 也是 我昨天看演出 我还是 我心里就说 这些人真了不起 我真是为她们骄傲 我觉得她们真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演出呢 从 就是这么 去年三月份到今年 一年多看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活动 我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我觉得也是相当满意 你这个主要是学生在演 你把这个事情 跟那个 学生的学习 这两者结合起来 或者说 你怎么样 把做那个阴道独白 让学生做阴道独白 包括演出 包括怎么体验 然后跟你的教学 这个相结合 其实关于教学呢 前两天在天津师大 那个文化与文学研究班上 我也提出了一个理念 我说 大家讨论教学法 我说我提出一个 很有 我不仅很有争议的想法 我说叫颠覆性的教学 颠覆性的教学 因为我没有办法 用一个理念来说 我对于教学的想法 我觉得可能是反着做 就是 比如说 我当时我就问大家 大家都要讨论 怎么教文学科 那我想问问 什么叫文学 我们这五十个人 五十个对文学的看法 你的大师 可能是我的大师 根本反对的人 你的大师 可能是很保守的大师 是吧 你可能是十九世纪的 是你的经典 我可能是二十一世纪 都是我的经典 对吧 你喜欢的作家 可能是另一个作家 叫做 什么鼻子 五字加油 鼻子毒药 是吧 咱们怎么上文学科 对不对 咱们怎么上文学科 咱们在学生脑子里 全是对立的东西 是吧 比如说 这个老师给他讲了 现实主义是什么典范 那个老师给他讲了 后现代是典范 什么叫文学 对不对 什么叫经典 这都要重新界定 重新定义的 还有文学本身 它是一个冲击挑战的一个过程 它创新的东西 所有创新的东西 所有好东西 现在都在挑战过去 巴尔扎克在挑战他的前人 伯赫斯也在挑战 他们挑战 其实他们也挑战 什么叫文学 每一个真正有创意的作家 其实艺术家 都在挑战 什么叫文学 什么叫艺术 对吧 我们这个时代 给文学和艺术的限制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冲破这个限制 否则没有文学 没有艺术 没有文明 假如我们这样来 界定文学艺术的话 怎么叫文学科 怎么叫文学科 我觉得没有一个 统一的回答 再比方说 文化观念上 也是一样的 老师之间的观念 都是冲突的 也就是你看 像我们学校 发生一个女研究生 受害事件 那有的教授 跟学生交流 我说就这样 女生呀 千万不要脚踏两只船 那这也是一种 假如女生跟我 跟我谈 那我就要说 这是女性人权 受害清淡 我说女生呀 你要知道你的人权 你要知道怎么 换卫你的人权 对不对 那你说 怎么教学生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 看待的话 也就是我们也得 承认我们自己 我们作为老师 这个位置 他本身不是物可置疑的 不是不可以挑战的 对吧 你跟学生一样 你以为你是谁呢 你教他呢 他还有很多东西教你呢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和学生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颠覆过去 以为 我们以为我们正确 学生只是一个 有待启发 有待启蒙的 一个对象 这个是不对的 那如果说 我们的教学的内容 是有很大的可置疑性的话 那么我们教学的方法 也就不能用那种 我认为我很权威 那种方法去教学生 那我们师生的位置 也就要颠覆啊 就是说 你不是说你高他低啊 实际上你们是平等的 对吧 他有他的经验 你有你的经验 你有你这个 活了这么年近半百的经验 是吧 他有他18岁的经验 20岁的经验 你们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说 这真的是有文化差异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 一种是中年的文化 一种青年的文化 而他的青年的文化 可能是80年代以来的 在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 有很多外来文化影响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 可能有过去封闭的文化 专制的文化 可能还有很多那个扼杀 个性的阴影的那个文化 当然也还有我们今天 有解放的文化 对吧 那我们这两种文化 可以有对话的地方 可以有交流的地方 可能也有很多抵触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我告诉一个学生 说你的权力是不可侵犯的 他说你是可侵犯的 对吧 你碰到一个男生对你那么好 你不能伤他的心啊 更不能脚踏两只船 是吧 那这个文化是冲突的 对不对 那我跟这个男老师的文化 也是冲突的 我们有一个女权的文化 他有个男权的文化 对吧 他也是冲突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是社会上 有不同的主体 有不同的主体 你不同的主体 只是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 因此当你走到课堂上的时候 你只是说 在这个专业范围里面 我可能比你多读了几篇书 我是把这个知识 把这个一些课程的框架 我告诉你 说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你怎么样来用这个理念 发展出你自己的思考 是吧 那是我们 实际上是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其实教育是什么意思 教育就是去除蒙蔽嘛 开启心智嘛 也就是启蒙嘛 但是这个启蒙 除掉蒙蔽的过程 它是在一个整个大的文化进展中 它是年轻人和年长人 是一起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有他的蒙蔽要去除 你有你的蒙蔽要去除 那也就是我们实际上 教学也是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 那出于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觉得 像我们做《印道读白》这个剧 这个剧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教学方法 就是你在动的过程中学 我们在天津做这个教学的时候 我也展示给老师们看了 不光是妇女课 其他的文学课 也是加强学生参与度 比如说 像把一个文学作品 做成一个视觉作品 那他就要做 对吧 他这个做的过程中 他就要去研究 作者为什么用这个意象 这个意象 假如我想找一个对等的视觉形象来表达 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象 假如这个视觉形象 有抽象的 有具象的 有前现代的 有后现代的 那我为什么要 我要做哪一种选择 假如我可以做一个选择 那实际上我也在体会上 作者的这个创作过程 也是一种选择 他从现有的文学想象里 从他自己的文学修养里 他做出一种选择 那这个 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你其实是在体会原来那个文本 你其实也就在体会文学创作 你也就在学习什么叫文学创作 你也在学习什么叫小说 什么叫小说 构成的小说 结构是什么 那当学生演出这个剧的时候 《音道独播》这个剧手 他其实他也要学习 他也要分析 这个分析是通过他的表演完成的 比如说他要分析 这个人物形象是什么样 他的这个形象的生活史是什么样的 那这一个片段 他是讲阴谋 或者他是讲一个少女的回忆 或者他是讲一个儿童 对音道的想象 他就要考虑 他为什么这个意象 到了老年的人那里 就是又张又臭下水道 到了一个孩子那里 就变成雪花 对吧 那这个意象 他中间的文化差异 是怎么造成的 而作者怎么样 通过他的文化想象 重新创造了一套隐喻 当你站在台上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知道 你脑子里是美的形象 也就是像出声舞蹈 我觉得出声舞蹈 因为打磨了时间特别长 那个摄影 那个光的效果都不错 所以他那一段 我觉得是相对来 比较完美的一段 你说当学生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他那个手从大腿伸出来 他那手在那里抚摸大腿 他整个大腿变成一个阴道的图案的时候 如果你站在一个很传统的角度 还是非常色情的 你可以说是非常色情的一个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你可以说是他非常的性感 他这个性感非常的美 对吧 可是这个美 你要觉得性感是美 你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文化理念去解释它 对吧 你不能用原来的文化理念去解释它 而且你不能孤立地解释一个图像 如果我就几秒钟停在那里 那可能是一个色情 对吧 可是呢 如果你把那几分钟的舞蹈看下来 你会知道 他是表现一个婴儿 一个胎儿 从产道里出来 是吧 那个他在产道里摸索 他拳打脚踢 他要找出一个生命的通道 然后他进入这个世界 而母亲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承受了很多肉体的那个痛苦 可是他是在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 是吧 你通过那个舞蹈 在当中后面的配乐朗诵 他 他比较相对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个功夫 可是过去我们把生意呈现成什么 我们把生意呈现成一个很恐怖的形象 我看到 就是最近吧 中央电视台直播了一个分娩的过程 说有一个丈夫当场是晕过去还是怎么回事 还有的是不敢看什么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在创造恐怖记忆 我就很反对这种做法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妇女的生产创造成恐怖的记忆 创造成恐怖记忆 而且创造成恐怖记忆 而且重复制造出男性要远离这个生育过程 因为他是很恐怖的 恐怖的到一个男子汉都笑得面无人色 那你这是什么 那你只把妇女的经验孤立了 而且孤立到什么呢 就是动物化 就是这是非人的经验 他非人的经验 非人的痛苦 因此要 在这个时候呢 你要离开他 你不能够参与 你要离开他 他非常恐惧 我真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恐怖的文化 我觉得这种恐怖的文化 其实也是致父女的死地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像妇女男产的时候 男产的时候 这个他的家人就束手无策了 最后把他推给什么呢 推给乌衣 推给街道上的游衣 或者送到医院里 然后要是生下来一个孩子是有畸形的 或者怎么样 扔掉 抛弃了 或者要不 医疗费很昂贵 干脆就一走了之 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理解它 你在分析它 所以这是一个 这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学习的过程 我相信同学们从里面都学到了很多 因为你看他的形体表达 你只要他理解的角色 还有就是你刚才 就是讲到那个英道读白的时候 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就是 反对对父母的那种性暴力啊 那么这个可能给你做后面 后面就会涉及到那个黄金案啊 还有包括那个白石带啊 这种行动可能都有联系在一起吧 对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就是黄金案吧 黄金案那是我一看 我一看了以后 我是觉得是非常明显的 你能告诉我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黄金案 后来又是怎么介入的吗 我们去年就先SARS嘛 SARS呢 我当时看到那个 他们称病人是毒网 我就觉得特别不像话 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歧视嘛 我觉得学妇女研究 我自己有一个敏感 就是就是因为妇女研究 其实简单的话 就是反对不平等 还要争取平等权利嘛 那实际上这个不平等 不光是妇女承受的 其实我们这不平等的原因 有好多种 比如说阶级啊什么 那去年这个对SARS病人 这么公告 我觉得这报纸上 公开地称一个病人是毒网 我非常震惊 因为我想 这不仅是一个歧视 你可以想想在社会上 当时这是一个 没查明的一个传染病 你本来是社会上 你存在很大的恐慌了 都是抢购盐啊 抢购醋啊 抢购板栏根啊 已经都闹成那样了 那你想那病人 当时也死亡嘛 那你想那病人 他自己亲属已经死亡了 他自己在死亡线上挣扎 好不容易逃脱了死亡线 还要承受这样的污名 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提倡关爱反对污名 专门针对对SARS病人 启示的问题 那报纸上就发了 发了以后呢 他们做 当时他们是南方都市报 有一个整版 叫时事 叫时评版 就是对时事评论 后来他们说 这一张 这一篇文章 他们说是那一年来 他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一篇文章 反对对SARS病人启示 这当然给我也是一个鼓励 就是 我其实以前 我也在报纸上开专栏 但是报纸上专栏主要是 文学文化的短评 不是时事评论 那这样的话呢 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 所以我也比较关注 这个关于时事的报道 然后呢 我就是看到了 对申志刚案 就一个大学生之死 在搜索锁里 我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 email发给报社 但是他马上来电话 跟我说是不让发 这个事情按住不让发 那当时我觉得 那我就在网上发吧 我就发在网上了 当时我在那文章里 是向广东省两会代表呼吁 就是要查明凶手 要 当时也讲到 广东省有那么多移民人 流动农民工人口 那 他们受歧视嘛 那 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 有好多读者回应 好多读者回应 那 我又写了一篇回应 马上也在网上发了 好像 我觉得是网页的传播力量吧 那 是 最后 是有一个 在这个 政策上是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知识论 整个介入 我们呢 是 研究生啊 因为我们也做网站建设嘛 所以我们研究生参与 采访 我专门请他的 那个亲人到中大来了一套 当时我是给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也都写了这个呼吁信 发给了我们广东省 复联的副主席 是我认识的 我没有发给复联主席 发给副主席 因为我认识他 他给我转捩了广东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他们也 我也给了我们海州区的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也拿到他的 那个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上 代表会议上去讨论 但是那个发生的事情 不是我们那个区 是天河区 但是他们 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的同学 他们都在各个自己的范围里 传播了这个文章 不断地贴 那后来网页上也出现了很多 有过被收容经历的人 谈到这个情况 我觉得最震撼的是 普通人的经历 就是 其实最震撼我 还真不是学者的文章 是这些普通人的经历 我觉得是 真是普通的人生意 这这么多普通人的经历 震撼了 真是震撼了整个 整个国家 震撼了 然后一些知识分子 要求危险审查 这些事 包括对这些案例讨论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 普通人的血泪经验 这个制度还不会终止 因为这些血泪经验 实在是太震撼了 实在是 这些经验在网络上传播 我觉得对我们 对我们国家来讲 就是它是 揭开了这个国家的 相貌的利益 因为我们国家 也必须遵守 世界上我们签署的人权法规 那上面有一条人权文件 就是禁止酷刑 那孙志刚这个事件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酷刑事件 所以最后这个制度终止 其实是超出我意料之外的 我没有想到那么快终止了 我也没有想到那个案件 那么快得到处理 那也是因为这个案件 是在网络上得以传播 所以我是 我一直在看孙志刚的纪念馆 他的学生 我每天看这个案件 进展到什么程度 审判 最后怎么判 怎么处理 那我在孙志刚纪念馆上 我看到了 所以有一个说 帮助过孙志刚的人 请帮助我 帮助我女儿 我就从那个链接点击进去 我就看到了 黄敬母亲的求助性 然后我一看了 对黄敬那个事件的一个阐述 我一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约会墙 两间事件 是一个约会暴力 一个社区发生强件 一定是有一个文化支持强件 那你要分析 就要分析背后的文化原因 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写了那篇文章 后来是 我们以认为 就是7月份 就是中山大学的法医 去做了尸检 尸检当时做出来是 疾病知识缺乏证据 我们原来以为缺乏证据 那么这样马上开庭审理了 就是强奸罪是一定要定罪的了 所以我们就分析 估计到在法庭上 可能会有争论 就是插入没有 是不是以插入来派 来定罪 那么这个强奸伤害 伤害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就专门写了一篇 那个断绝扬具崇拜之恩 我说如果你以插入来定罪的话 你就是实际上你站在男性角度来考虑 就是男性占有 占有到什么程度 以插入完成 是吧 他占领了他的身体 那这个不是女性的感受 对吧 女性的感受是说 你强奸他 你首先侵犯他的意志 对吧 你伤害他的心理 其次呢 你强奸说采用了暴力 他身上留下了伤痕 然后最后的时候 你这个强奸行为 直接导致了死亡 对吧 那我还讨厌什么插入不插入 那几厘米皮肤 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如果说 我就以几厘米皮肤来定 他是忌谁还是畏谁 而不考虑强奸致死的后果的话 你是把强奸行为和他的死亡分离了 你也把他的身体分成了几个部分 强奸是发生了 没进去 是吧 那你可以脱罪 那这个人死呢 是死于心脏病 何况你还没有法医一举 所以当时是考虑到了庭审中 会出现的这个辩论 就是插入不插入 所以我专门写了那篇 《断绝扬继续崇拜之根》 那篇文章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 就是中大的法医 鉴定做出来以后 检察院根本就不接受 根本就不接受 这个案子就一直拖下来 一直拖下来 在这期间呢 我们就 11月份的时候 我们请黄金的母亲来 我给他做了好几个小时的采访 当时我的目的就是 要让这个受害者的声音被人听见 因为当时媒体上有很多报道 都是什么裸死之谜啊 离奇死亡啊 都是这种奇啊 都是当着一个故事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冒犯一个死者尊严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看法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母亲作为一个家庭成员 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呢 黄金并不是仅仅是一个家庭身份 他并不是只是一个家庭人员 他其实是一个教师 他是一个公职人员 是吧 他是一个公职人员 那么 为什么他的单位不出来跟他说话 为什么工会不出来跟他说话 为什么妇女组织不出来跟他说话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对家属的采访 那我们界定他的身份都是女教师黄金 因为我们就要突出他的公共身份 那么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家属的声音 能够被更多的社会公众听见 能够有更多的材料来分析这个案件 因为一方面公布出来的材料都是媒体的 有些报道相当片面的 后来呢 我也做了对法医的采访 就是对中山大学那个法医鉴定中心主任 那是我们中大的副校长 他亲自去 我对他做了采访 我希望能够呈现一个专家的意见 那这个案子到了11月份 到了11月份呢 就定罪 定罪检察院的起诉 说把公安的起诉 说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陈述修改了 公安的起诉 说黄金在上述过程中死亡 上述过程是强奸过程 到了检察院的起诉 都变成了 上面的强奸过程 巨号 第二天早上黄金因病死亡 那就变成了两回事了 那我认为检察院这样修改 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是不是 公安起诉 因为公安是负责调查的嘛 对吧 你检察院只是说立案不立 就是检查案件 然后提交法院嘛 是吧 那你凭什么修改 你没做调查 你凭什么改掉这一条 你改掉这一条 你就改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 一个逻辑上的事实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动员了我们的一起来推动这个工作的 其他的学者一起来写文章 所以基本上黄金案的出现的每一个关节口 包括今年的心脏标本被烧毁事件 我们都组织了文章 还有今年2月24号是黄金与害一周年 当时也是准备开庭 所以一直到现在没开庭 我们一直是在想可能要开庭了 准备开庭 然后一定要把这些事实 把我们的作为一个女性主义 看待性暴力的角度 把它呈现给公众 所以我们要做这种公众教育活动 所以这个黄金与害一周年 我们邀请了律师 黄金的家属 还有我们学校的师生 华南师范大学 纪南大学的师生 我们一起做这个案件的 像张世军教授和吴敏教授 我们一起来讨论 包括北京的博卫 蔡一平他们都过去了 后来是3月7号 在首都师范大学 用博卫和我的名字 发起了给两会写提案的呼吁书 是为黄金呼吁争取法律公正 后来有37个学者签名 那博卫做了很大的努力 把他送交了 送到政协会上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提案 据说有回复了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 然后你现在一直在做行动 那么行动好像按照过去的一种传统的看法 好像主要是那种 不是大学校园里的教师在做的事情 那么你怎么看呢 现在这两者怎么把它解决你作为一个教师的身份 大学教师的身份 然后又再重拾那种社会行动那一块 你怎么两者 就是怎么样把它集合起来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昨天我也是跟黄金 我也说这个事 现在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 我说难道有私人知识分子吗 我觉得这个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 你可以说是知识分子 或者不是知识分子 我又不懂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区分公共知识分子 一定还有不公共的知识分子 那我就不懂了 那种知识分子叫什么知识分子 还有你说知识分子不做行动 可是你看中国历史上 就是当代历史上 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干不少坏事的 你大批判呢 干什么能不是行动吗 意识形态建构那不是行动吗 是吧 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行动方式 是和以前不一样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要是做妇女研究 你是非常难脱离实践来做的 因为妇女的问题 是跟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 你说我如果我教反性暴力的理念 我不可能对社会上的性暴力 保持沉默的 如果你看到社会上的性暴力 有一个不公正的处理 你没办法 这个课没法教下去了 你怎么教 你教给学生 是吧 你教给学生这个理念 学生到社会上碰一头包 是吧 你不是想这样的吗 你实际上你教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妇女研究 女性主义学术吧 有一个目标 这个重要的目标是改造社会 你这个学术是要改造社会 当然这个改造是文化的改造 是通过你传播这个学术的理念 因为人们为什么会有歧视呢 是因为他首先对这个人 他有一个认识 他这个认识 他认为你这个人低人一等 他才歧视你 然后如果我们保持这个认识 把它升华成公共政策和法律 它就变成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就可以制度性地剥夺你的权利 让你没办法说好 那我要改变这个制度 我也必须从改变人们的想法开始 是吧 那你改变人们的想法 你必须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如果我可以说得很清楚 有很多人他失去了教育的机会 博多了教育的机会 他没办法说 那我们可以说 那我们 你必须要对社会的很多公共事务 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吧 比如说像去年 我们不止在这些事情上发言 像去年 四川人事厅出台 什么男领导部配女秘书 我也是连写了三篇文章 那一个礼拜 我觉得这道理要不说清楚 要没有说透 要没有说到 我自己觉得 我能够把这道理说得非常好了 我每次写文章 其实我都是这样 就是一般我就 我就要 就是要 急电很久 虽然我非常生气 但是我就不能写 就一定要急 急电到说 我这个地方到了 好像你好像有火山爆发 你一定要写了 因为你写东西 要调动很多很多的能量 你要很多很多的能量 你要非常的专注 你看你写是有力量的文章 我过去没有这个状态 我过去比如说写 学术的文章 或者是写那个 对艺术作品的分析 那有时候你写的时候 你觉得 那个下笔是比较轻的 是比较 就是比较清洁的一种状态 或者你写的时候 有点愉快 有力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了 有些东西 你可以用想象来的 可是呢 你在和这个 一些思想观念辩论的时候 特别这个思想观念 背后有法律的支持 有一种力量 体质的力量支持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向他挑战的时候 你必须调动一个非常 非常强韧的心理状态 非常强韧 那时候我轻易 我不进入这个状态 你进入这个状态 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过程 非常紧张 而且你好像火车一样的 开出去 你发车了 你就必须开到 你一片文章开了 你必须写完 所以我都会停留一段时间 但是我会把自己状态调动好的时候 我就不吃不喝的一天把它写完 而且写完以后 反复读 反复读 读到我觉得每一个字都 我自己觉得无懈可击了 我就把它发出去 但基本上这种状态下 写出来的文章都还相当的有力量 所以我可以体会到 那个就是文字 话语是一种武器 你现在就是两者都结合 结合挺好 就是教学行动 其实行动 教学也是行动 行动里面也有很多 教育东西在里面 就结合挺好 那你对以后 就是接下来 你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接下来我的想法也挺多的 其实我现在 我觉得自己想法是 那个越来越多 我的朋友就说 他把人说 我要说什么事不做呢 我说原和 还有你不做的 他说什么不邪的 还有你不邪的 现在我觉得 我现在的问题是想法太多 就是现在一个人也做不过来 但是我有时候也想 为什么想法多 还是不能放弃呢 因为你做到这个程度啊 你有相当的力量 你有相当的影响力 因此呢 你比如说像争取资源 写项目论证报告 组织一个大的工作平台 策划一个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呢 有时候你知道 其他的人做不了 就是比如我周围的人 毕竟他们还年轻嘛 经验也不一样嘛 年龄 他们也比 因为我的朋友 他们比我年轻十好几岁 或者上十岁 这样 所以呢 有些事情我知道 就是我自己的作用 是在那里 是在那里 是不可踢 就是是你非常独特的 是别人 别人做很多事情 我也不可踢的 但是有些事情 我做的时候 别人也不是其他人 都做得了 所以我就在想呢 那些事情 你必须要做 你做呢 做出来是很多人可以受益 你比如一个项目 是吧 你像资金策划这些事情 我们那里有十几个研究生 有进修教师 那工作平台 那个目标人群也挺大的 如果你能够 做一个好的策划 他受益的人群也很多 有时候我还是要 要做很多放弃 你们具体讲 讲就是说 你接下来就比方说 你设想的 想做哪些项目 或者哪些内容 比如说我设想 我就要做一个 妇女人权的教育培训中心 我们这个妇女人权 因为我去加拿大学 这个人权 国际人权稿 我觉得在这个人权 矿架下来做妇女权的 妇女权力 是非常有力量的 非常有力道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过去做文化理念 从文化理念上讲 妇女权力 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文化它要反复讨论的 文化不是一天就能改变你的想法 但是权力是另一回事 权力是强制性的 就是你可能文化 它不同意我平等 但是权力给了我平等 你就不能侵犯我的权力 对吧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得用权力这个方法 就是以权力为基础 比如说 我们的权力是平等的 对吧 你可能不认同我们平等 那你不认同没关系 你慢慢想去 但是 如果我的权力受到侵犯 一定要有法律机制来保护它 我们必须要 这一点上 就是这个权力 权力 义务 责任 它这里面必须有强制性 必须有强制性 所以呢 我是希望能够推动那个人权教育 推动那个人权教育 而且呢 推动这个在社会上普及 这个国际的人权标准 和人权机制 因为呢 今年呢 这个人权也写入了宪法 是吧 它写入了宪法 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教育平行中心 但是做不做得起来呢 这个也涉及到资金的投入 这是我的一个大的设想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个 妇女人权的影像工作室 因为 我现在是感到那个影像的传播力量 是很大的 它一方面呢 它是把一个成果变成可传播的 像我们把引导杜白录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已经在上海 复旦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现在中华女子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 和南京的院校 都播放过 那我带一个剧团 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地方 代价也不可估量 对吧 可是呢 一张影碟 它可以走这么远的 对吧 它可以把一个成果变成可传播 而且用高科技吧 来传播 信息技术来传播 另外这个影像本身 它其实也是强化了 这个弱者的力量 强化了那个 它提升了那个学生创造的美感 一个学生站在那里 可能是很不起眼的 可是当他在 作为一个角色 在那个大屏幕上出现的时候 那个美感是非常强烈的 他非常有力量 这个对参加演出的学生来讲 他们是可以感到 自己是有力量的 自己是美好的 我觉得这对他们的人生来讲 是一个 就是是一个非常 非常美好的礼物 是一个 就是使他们感觉到 自己有力量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 妇女学教学吧 也缺乏我们本土的 视觉的 这个教学 教学材料 有一些 有一些做这个技术的呢 它不一定做理念 有些做理念 不一定做技术 那因为我们本身 就是一个文学艺术的专业 我们也做 世界的艺术 电影方面教学 所以我觉得 把这几个长处结合起来 我们是可以做出 非常好的影像作品 今年我们做了 《阴道独白》的幕后故事 《独白》我们也录下来了 这个现在虽然有 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后期制作的钱 这个基础是存在的 我这后期制作 是可以把它做好的 白丝带 白丝带 我试验地放了几个 原来我白丝带 只是记录了我们一个活动 但是我还没想到 它能够成为一个教学片 当然这里面有 我觉得有那个 我们的合作艺术家 胡杰很多的创意在里面 它可以把一个活动 变得那么有感染力 我放过几场 我觉得它是有效果的 有相当的好的教育效果 所以我就想充分地利用 这个影像作品 今年 我希望在全国高校 发起一个 制止约会暴力的 一个联网行动 一个全国性的联网行动 假如我们这个 白丝带能够完成 我把它发放到 50个到100个高等院校 每一个学校 在11月25日 全球性反对 针对妇女暴力日 放这个作品 举行讨论 然后举行一个小小的活动 无论这个活动有多么小 比如说讲一个故事 画一幅画 做一个海报 是吧 或者给我们网站投一篇稿 或者就是看完电影 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约会暴力 在我们身边有哪些形式 或者在我们报纸上 已经披露出来 有哪些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 做一点什么事情 来制止这个暴力 我觉得那就够了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我相信 这个事情呢 就是有相当的紧迫 我希望呢 我们可以通过 白丝带这个影片 因为在白丝带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有一个行动的回应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传播妇女的权利是人权 人权不可侵犯 妇女的人权不可侵犯 妇女的自主权不可侵犯 我们希望传播这些理念 同时呢 也要推广一个解决冲突的教育 就是这个情感发生冲突 你要给它一个 就是要让学生有一些技巧 可以转化冲突 可以转化冲突 可以避免这个伤害事件 那么因为其实对于施暴者来讲 男生来讲 他比如说一时脑子里的 那种观念占了上风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最后他也追悔莫及啊 而且这个男生的家庭 也是一样的啊 他也失去这个孩子啊 是吧 这个男生也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就是一下子就毁了两个人 毁了两个家庭嘛 这给社会带来危害就很严重了 那我们要给学生一些教育 就是我们不采取那种暴力的方法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非暴力的方法 通过协商 你通过什么样的技巧可以来协商 要做这种转化冲突的教育 要找到一个好的形式 因为光是像我们那样 到了事件发生以后 你义分填衣力去讲 妇女人权不能侵犯 你没有给她一个解决冲突的办法 她到了这次她说 那我怎么办 我那么痛苦 我怎么办呢 是吧 我感情受了创伤 我怎么办呢 是吧 你要给她一些办法 就是这两方面的教育都需要 而这两方面的教育都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希望提出来的问题 也希望进一步普及这个活动 白思概的诉求呢 它主要是男生参与反对 针对妇女的暴力 那我一方面是站在女生的立场上 讲女生的需求 讲女生的权利 但另一方面也要向男生呼吁 和男生一起来参与 维护妇女权利 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这是我希望今年能做的一个活动 这是今天的一个想法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